科學家根據化石研究得知 作為元老級生物的海蜘蛛 早在5億年前就出現了 海蜘蛛有名街竹蟲 它的腿部結構 與我們常見的蜘蛛格外相似 又因為它街竹蟲長砌食於各大樣的海草 和海岩之下 所以我們經常將它稱為海蜘蛛 值得注意的是 海蜘蛛只是作為節肢動物 擁有細長的腿部和短小的驅幹 導致它的外形和普通的蜘蛛相似 但實在上 海蜘蛛和普通的蜘蛛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物 海蜘蛛體型瘦小、體長 不過有5至6毫米 它有4對細長竹 用於在海底行走、踩水 海蜘蛛 渴色或淡黃色的身體、顏色 令得本袖瘦小的它在海中 更加不起眼 它們通常憑借前面的一對 較小的蠔脂吸食軟體的 無脊椎動物體也會吃 我們不免好奇 泰綠沙、鄭氏羽等龐大兇漢的頂級掠食者 尚且不可以再幸存落禮 瘦小脆弱的海蜘蛛是如何躺平半 延續5億年的呢? 海蜘蛛和不斷進化的海洋生物不同 和陸地上舉一毒素 堅硬外殼的蜘蛛亦不同 海蜘蛛沒有令自己往更厲害的方向進化 它就像判疫的自暴自棄的小孩一樣 它們不斷地反向進化 令自己變成了一個小廢物 並且成功地做到了 令捕食者喪失了對它的興趣 科學家在好奇之下 對海蜘蛛的身體構造進行了研究 研究結果打破了它們傳統形為的 生物進化理論 眾所周知 現在生物大都是由單細胞生物不斷演化而來的 但是海蜘蛛的神經系統和循環系統極其簡單 如果不是它有著生物的外表 人民可能就會把它當成細胞層級的生命 此外它還令自己的外表變得格外的難以下驗 微小的、醜流的、不可以補充能量的 難以下驗的海蜘蛛就這樣遭到了捕食者的嫌棄 因為捕食者都知道 捕食海蜘蛛獲得的能量 還沒有時機因此消耗的能量多 久而久之 海蜘蛛就成為了海洋裡 與其他生物不同的小廢物 也正是因為成為了與眾不同的小廢物 它才可以存在5億年之久 這就是典型的 只要足夠廢物就沒有天敵